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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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个酒龟掉下来的时候我都吓死了 我怕他 他差一点你就砸到我 孟茴 你真的没有发觉我的心意吗 你是我哥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没有血缘关系 我不能喜欢你 我有嫂子了 你没有嫂子 她只是我助理 你都误会了 你还逼着我叫她过来一起骗你呢 真的吗 真的 我爱的人只有你 那我们也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呀 你不喜欢我吗 你不喜欢我吗 我是喜欢你 可是我们在一起 叔叔会生气 妈妈也会很为难的 我不想让他们不高兴 我已经很努力地不去喜欢你了 可是我做不到嘛 我怎么感觉我每天都跟烟偶相聚一样 还是苦前戏 什么 我 我是说 都是我自找的 可是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都是你的错 我的错 走吧 你走不动了 你背我 拿着 嗯 嗯 我干嘛呀 来 站好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知道 你不知道 好好好 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回家再说好不好 你放心 有我在 只要你喜欢我 什么都不是问题 这么晚了才回来啊 怎么还让他喝醉了 这样身体会不舒服 第二天还会头疼 但是今天玩得比较开心 主要跟朋友在一起 也没喝多少 我叔叔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怪哥哥 没事 我没怪你 张嫂 给他们泡杯蜂蜜水喝 一会儿看着他们喝完啊 好的 谢谢吧 我连累你阿玛 叔叔更不喜欢我 他喜欢你的 那 他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你放心 他一定会同意的 那 我现在 可以亲你了吗 我现在可以亲你了吗 好 你 好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果然 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都是喜欢我的 你醒了 你醒了吗 放回 谢谢了吗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想要给你什么块钱 朋友 那我跟小八呢 同事 谢谢 这是你男朋友 你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哥哥 你再叫一声 哥哥 好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公司 你推我干嘛 我不想让妈妈看见 放心 那 哥哥先去上班了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好不好 进来 沈总 小沈总的文件 落在家里了 沈亿这孩子 怎么这么毛躁呢 这种文件还要我送吗 您休息 我送就好 蒋助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 这有些事呢 还是要让他亲自去做的 那我开车送您过去 来 孟总 孟总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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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饭了吧 这么多 挑挑挑挑挑 来来来来 我给孟总啊 报告件好事情 来 孟总你看 这是咱们新产品的打样 眉笔 眉粉 眉毛雨衣 你试试 颜色挺好看的 到时候给你们做个推广啊 自己家的生意 那一定是免费的喽 拿到了 来 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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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公司了就别那么见外了也 交嫂子就行 小霸 昨天我哥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 其实是我误会你们了 你们只是从 孟茴 你既然来公司了 我和沈亿吃午饭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吧 上次他带我去的那家餐厅 可好吃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你们谁有这个 我和沈争嘛 你有和沈争吗 这戒指挺好看的 小霸 这个戒指 对我妈来说 有特殊的含义 我知道啊 送给儿媳妇的妈 所以 这个戒指 你可不可以还给他 你干吗 拆台吗 你还真的以为你是 青山集团的亲亲呢 那我问你 你向沈青山教育生爸爸 他会答应你 都在聊些什么呢 呦 沈总 沈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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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怎么现在还叫叔叔啊 应该要叫爸爸吧 爸 喜欢吗 嗯 喜欢 爸 谢谢叔叔 让我们千山集团下面 随便找一家珠宝行 拿一套价格 跟这个一样的 不 比这一套还要贵的 送给他 是吧 叔叔 这怎么能好意思呢 把你手上的戒指 摘下来 这个戒指 对我们沈家来说 是有特殊意义的 那是要传给我们 沈家的儿媳妇 不应该给你 也不可能给你 不应该也不可能给你 摘下来 三个忙 三个忙 来 把这个戒指收拾 不过就是一枚戒指 这不合适吧 这个不是得给未来嫂子吗 等儿媳妇进门的时候 再买新啊 不知道沈爸有没有圈律人 这下知道沈总像谁了吧 知道了 这把人都不带当字了 沈亿呢 我去找 我去找 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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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看看你 老是丢三落四的 谢爸 对了 我忘了问你 那天你带她回来 跟我说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啊 同事啊 什么 同事 那我明白了 神党大业 神医 昨天谢谢你配合 我和孟茴都说通了 那个小八已经查清楚了 假的吧 当局者迷 神医看不出来是因为关心则乱 不对 如果小八是假的 你再去查查孟茴 好 神医生在吗 我不在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说你不在吗 我现在不在了 我的脸不知道怎么了 好疼好痒 好 过敏了 那怎么办啊 党恩真还喝酒 过敏都是小事了 我以后一定乖乖听你话 我就是为了让你在意我 所以我才喝那么多酒气 那也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啊 我哪知道这么严重啊 两个 晚上再吃一次 所以 你是在意我的对吗 我在不在意你不知道啊 你是真不在意你自己啊 过敏严重的话烂脸也是有可能的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那么严重 可是我在网上查了的 就是喝那么一点点酒没有事的 我可怎么办啊 我以后还要过去让脸 吃饭呢 放心吧 有我在 你的脸出现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帮你治好 放心了吗 你就是这样吸引我的 你知道吗 你就是这样吸引我的 不知道 不行 我不能把你让给别人 孟茴也不行 傻呀 孟茴喜欢她是沈亿 无论什么情况下 她喜欢的都是沈亿 只是不知道这种喜欢 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关于孟茴 她那应急障碍 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好啊 据我了解 我们需要知道她的愿望 并且满足她 这样她才能好玩 那她现在 有什么愿望是你没办法满足的 她想让你认可我跟她之间的关系 这确实是难了你的 爸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事 这么多年来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做一个爸爸 不过以后我会好好地学习的 孟茴是不是马上要过生日了 下周日 那我们就订周日把你们的一些朋友 还有公司的一些同仁呢 一块来家里 我们办一个生日趴 给孟茴好好地庆祝庆祝 好 好 等等 上一次我们谈到法国实验室的 那个血清蛋白专利 回头我们签一个转让协议 你就拿去用 虽然那个蛋疤精华液呢 听起来好像不怎么靠谱 但是你和孟茴既然想做的话 你们就好好地做 都是自己家里的生意 还分什么你我呢 你这是干什么 这些年 我也一直不知道 要怎么做一个儿子 但是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的 赶快去休息吧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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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漂亮 这也太漂亮了 我需要你看一下 这样的女人 这样的朋友 嗨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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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很多好吃的 马卡龙 谢谢 好吃吗 喝喝 给给给 喝啊 嗯 好了吗 嗯 可以呀 阿桃这个段位够高的 我都能听到蒋江的心跳了 好 隋医生好巧啊 好想吃甜食啊 你好 你好 我吃不了这么多 你帮我吃一些吧 我不吃甜食 好吧 来 等一下 谢谢 你现在还喝不了酒 梦回来了 梦总来了 梦总来了 梦总 梦总 酒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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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祝你生日快乐 实验吧 好 好 好 对了 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好 我也准备了一个礼物 送给孟非 会不会挑礼物啊 项链是男朋友买的 不 我怎么知道 他送的跟我一样呢 你 毕竟是父子嘛 有默契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 这样呢 爸爸送我的这个 是希望我幸福 哥哥送我的这个呢 是希望我快乐 好 好 好 对 搞个对象 搞个对方叫哥哥啊 是什么心情去呢 就是做事 我肚子戴一套 家里放一套 这就是有钱人的送礼方式了 是 妈妈 这个送给你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带同款项链 去逛街了 给我 谢谢宝贝女儿 来 爸爸说要给你过生日 我准备了这些 希望你可以喜欢 谢谢爸爸 谢谢你 沈总 妈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都晚一点吧 不行 很重要 没关系 你先去吧 我去找小美玩 好 好 到底什么事 沈亿 如果我跟你说我喜欢你 你会跟我在一起吗 你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像你这样对我这么好 你说的这些事情 你爸爸也可以为你做 对不起 果然 还是因为我脸上知道吧 我还愿意不在意了 小八 你真的是当年那个她吗 当年她很温柔 总是喜欢替别人着想 她的性格 就好像孟茴一样 孟茴的脸上也有道疤 可她总是不想让伤痛扩大 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这道疤 为她难过 替她可惜 她认为这是双面的伤害 所以她每天都会提前 两个小时起床化妆 遮住双疤 而你 恨不得让周围每一个人 都知道你的脸上有疤 你不断地拿这道疤来戳痛我 邀请我 我想 你们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怎么不是一个人了 你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如果 你的确是那个女孩 那我会补偿你 你想要什么都行 但是我不能给你爱情 我已经有梦会了 那我们先过去拿点吃的喔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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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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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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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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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都在这儿 装容不太防水啊 这我怎么办 这我 谁 孟茴 你好不容易遇到 一个印象程序的女儿 不要因为我们嫂子吵架 那我们回家吧 孙岩 为什么要跟她回家啊 她是我男朋友啊 我的天 不是我想要嫂子 好 我想要嫂子 我先带着啊 嫂子 这个是叔叔送给妈妈的 把你手上的剑子栽下来 美女 我要好好对待咱妹妹 进来 孟伟 你醒了 让你妈去给你煮了姜汤吧 不用了 叔叔 来 坐 这段时间 谢谢您跟阿姨 你醒了 我已经清醒了 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 你们对我的包容 你就别这么说了 就赶快去跟沈亿说一声吧 她很担心你的 我先走了 好 叔叔 这段时间虽然我自以为是阿姨的女儿 擅自住在您的家里 可是我真的很开心 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所以我现在想问您能接受我跟沈亿在一块吗 这就是一个做父亲的心理话 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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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相信我 也请你能够理解我 也请你能够理解我 我明白了 这段时间真的麻烦你们了 你的手里 你 有头儿 你 人们不是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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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希望她成为我的儿子媳妇 孟茴这么好的孩子 你凭什么替沈亿做决定 我确实是不能够让她和沈亿在一块儿 你为什么永远都这么专横 你知道吗 我一直都不喜欢白色 就是因为你喜欢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白色 我就没有买过其他颜色的衣服 自从孟茴到了这个家 给我带来了多少温暖和快乐 你知道吗 现在你又把她赶走了 你怎么不把我也赶走啊 可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你不喜欢白色啊 你也没有夸过我穿其他颜色衣服好看啊 爸 阿姨说你把门回砍走了 沈亿 有一件事情 我决定告诉你 这六份资料 你自己看看 你怎么会看到 你夫妻 你自己带来 你自己骑得衣服 你才不让我呢 我现在去找你 你又在找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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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做 你只是在你 失手误伤的受害者,朝夕相处 我怕你一看到他脸上的伤疤 你就会悔恨 我没有 没有 你没有吗 难道你看到他脸上的伤疤 你不会难过吗 你不会后悔你当时的懦弱吗 不是我 我恨我自己当年 没能够站在你的身边 告诉你,要勇于承担责任 要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子站出去 你自己应该也很清楚 孟茴从小到大是怎么走过来的 要是有一天 让他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他能原谅你吗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条就是我去找他 我可以提供他治疗的费用 我可以保证他下半辈子 衣食无忧 但是从今以后 你不再欠他的 你们俩之前的缘分一刀两断 第二条路 就是你去找他 不管你告诉他真相也好 或者是要把这件事情 藏在自己的肚子里烂掉 也好 还是你要花了你下半辈子去陪他 但是你要知道 从今以后 你生命中再也没有爱情 而你的爱情 已经被弥补这两个字给取代了 是 你这下半辈子 你带我 如果要留意 我只要你 你会不会 不得 你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受伤以后 爸爸和妈妈老是吵架 不想埋怨 直到离婚了 还在怪对方没有把我照顾好 在我记忆里 他们好像吵了无数次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为什么突然之间 我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他们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 也终于不再吵了 我以为我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糟糕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我不知道我的印记障碍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像只要我一胡思乱想 我就会有很多的麻烦 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我这样 所以我很少回家 也不怎么联络她 她现在一定还以为我在责备她 可是我只是不想让她担心我 我真的很像我的爸爸妈妈 可是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发作的样子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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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羡慕你 所以我希望 你能好好听叔叔阿姨的话 他们都很担心你了 他们都很担心你了 你也不要老是跟叔叔吵架 他也都是为了你好 我真的很羡慕小八 你能找到他 能够为当年的事亲口跟他说对不起 能够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对他好 我能看到你的痛苦和你的诚意 我相信他也一定会看到的 不会 如果那个划上你脸的人出现了 你会原谅他们的 为什么 因为我恨他 因为我恨他 我的脑袋 不懂 那都不想到自己 不能再来 你必须要留线 可你先说过 你会原谅他们 是 我会对他说 我已经原谅你了 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 我们大家都忘了吧 可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因为当年那件事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 我过得太累了 那他要是跟你道歉呢 不需要 因为我已经有你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两个还是送把伞 盛总 您 有些事情既然拦不住了 那就认了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替他们挡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貌雨衣让我们时刻准备好 迎接生活中的每一场暴风雨 但对爱情来说 有时候那个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本身就是风雨 杰兰 雪 早走 早走 先生 他走了 卡带走了呗 卡也带走了 别让他走 全部都不要回来 整个家就留我一个人就好了 直到遇见你 美好的不真实 无刺无欲冷逼 你的双眼像钻石 凝视着我 你是黑夜中的谣言醒我 别让我 在时间坠落高波 映着我 映着我 像起心守护着所有的角落 让我 也爱过 一切 都不在山上 你 有 吗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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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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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